歡迎收看台灣的喜事路 我準備想 在台灣的治安史上 曾經出現過 十大槍擊藥犯的排行榜 最早是在1989年的那一年 警政署第一次正式公布了 十大槍擊藥犯的名單 透過了新聞的報導 以及查契專刊的公布 希望民眾能夠協助指認 提供警方破案的線索 尤其在當年那個 黑槍犯的年代 這些榜上有名的槍擊藥犯 各個火力強大 甚至他們在彼此之間 還會合作得串聯 而其中最讓警方頭疼的 就是這三個人 他們分別是當年名列 十大槍擊藥犯前三名的綽號 鬼劍醜林來福 郭胡 黃紅玉 以及小馬哥 楊瑞和 這三個人他們每個人的 學賞獎金都高達 心台幣一千萬 警方布下了天羅地網 要抓他們 當然也做好了 一旦遭遇了 免不了槍林彈雨的激烈伯虎 而在當年江湖上 甚至還曾經傳出 這三個人被逼到的絕入 恐怕將會聯手起來犯下大案 嚴重威脅到台灣社會的治安 今天晚上我們將要告訴您 當年警方如何鬥智鬥立 個個擊破 我首先來看 同樣也是在 80年代 也是香港治安史上敗壞的年代 在香港他們也出了三大賊王 他們分別是 紀炳雄 葉季歡 以及張子強 他們有著相同類似的出身背景 都是從大陸偷渡到了香港之後 他們想錢想風了 瘋狂的作案 其中葉季歡 他連續打劫珠寶銀樓 看到了嗎 他手持AK40機當街的掃射警惕 這一幕透過了新聞報導 給當年震撼了香港社會 而至於 再來看到這位 張子強 他的綽號是大富豪 因為他專門綁架有錢人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張子強在1996年 他綁架了香港首富 李嘉誠的長子 李則鋸 他綁了人之後 張子強他不是打電話去勒索 而是大搖大擺 他直接走進了李嘉誠的豪宅 他當年要贖款 最後他一共拿走了港幣 10.38億的贖金之後 揚長而去了 而在這三個人當中 張子強他是屬於智慧型的犯罪 他非常瘋狂 他完全不把香港政府放在眼裡 他不但開車去衝撞監獄 甚至他還企圖綁架 當年的布政司司長陳芳安 做什麼呢 他要威脅香港政府 馬上釋放他的死黨葉季歡 這三個人的瘋狂行徑 後來被改編成了這部電影 數黨著風 反映出的是那個年代 動盪國安的香港社會 電影中 歹徒拿AK-47瘋狂掃射 因為搶劫銀樓曝光 跟港警街頭火火 電影演的是現實生活中的 香港賊王 葉季歡 葉季歡劫走一千多萬珠寶金條 手持AK-47步槍站在大馬路上 強大火力連警方都很難靠近 仗著火力強大 葉季歡打劫銀樓一界又一見 這個賊王的火力是比警察大的 而且就算警察來了 也是拿他沒責的 但那個時候的香港 其實是非常的人心惶惶的 讓人聞風喪嘆 港警懸賞一百萬港幣要捉拿他 他就跑回大陸去 他投馬跟他講說 要跟張子強合作 一拍即合 葉季歡火力強有匹夫之用 張子強則是智慧型犯案 專挑昂貴金表 還有大批現鈔的運鈔者搶劫 他處刑機率謀劃 安插太太內神通外規 又有利法 又有美金 又有港幣 那這種價值 你把它算算的一給七億 這是香港開幕以來最大的一個案子 雖然曾在香港被捕過 卻找到法律漏洞 被當庭釋放 走出法庭時 還得意地比出勝利的手勢 出來 然後正力即換 就是張子強 他現在打贏了這場官司 他反過來到香港政府 這就是張子強他非常囂張的理念 對張子強來說更重要的是 關押期間和葉季歡的黨羽 大上線 如果有機會我們就來合作 一定火出頭腦 葉季歡可能要出火力 張子強出獄後 跟葉季歡合謀 綁架首富李嘉誠 只不過葉季歡千算萬算 沒有算到 距離前十天 然後他們把軍火力帶上來 帶上來在西環買好上岸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了警察零件 後來雙方撥毀 上來的時候被警方開了三槍 然後最後半身不遂 儘管葉季歡被抓 張子強的發財計劃沒停手 改釘上令嘉誠的兒子 應酬結束 所以他要回他半山的豪宅 是前後被夾停 那時候張子強他們多兇 直接拿大狼頭 就直接把他的那個車子的 擋風波也給敲爛 拉出來之後 就直接把他給抓走 膽敢綁架首富兒子 張子強豁出去了 單槍匹馬到令嘉誠的豪宅 當面要錢 他非常的囂張 把那個風衣打開 就是那種炸彈 你覺得守護他們家門口 沒有警方能在保護嗎 香港警方思活生生 眼睜睜看著他張子強 進去恐嚇香港首富 你拿他沒責 他就問張子強 你要多少錢 張子強說港幣20億 銀行啪打完以後 他就跟他說 我只能湊10億 你明天來拿錢 是 張子強說 我不能空手而走吧 李嘉誠說 我家裡面現在有 四千萬港幣 我們四 在香港話裡面也不吉利 他是撈偏門的 他說不要 少拿兩百萬 三千八百萬 然後再給他時間 再籌十億 十點八億港幣天文數字書金 張子強獨拿三億多 據傳李嘉誠好心勸他 不如買他們的股票 就遠走高飛 好好做人 可以來買我的1038的股票 你買的股票 比後半子無憂無慮 首富的勸戒 香港賊王聽進去了嗎 他去澳門 他去賭百家人 他一個人就翻了三點比我一元 一年就花完了 一九九八年 偷運八百多公斤的炸藥 進香港被查過 他不久後在大陸落網 這麼多炸藥要做什麼 江湖傳言 跟關在赤柱監獄的業績關有關 這個張子強就叫他的小弟 開著這個貨車去撞什麼 赤柱監獄 你不放人的話 我就去綁你的保安司司司長 大家才覺得說 你這個八百公斤的炸藥 是不是要去炸赤柱監獄 把業績環給救出來 同樣囂張的另一位賊王 紀炳雄 則創下港警兩百萬港幣的 天價懸賞金 紀炳雄冷靜狡猾 轉條香港鬧區金樓下手 遇到狀況開槍狂轟 他曾經就是造成十一個人的傷亡 原警也都受傷 懸賞花紅到了兩百萬港幣 任何的案子裡面 他找了都是神港騎兵 他找神港騎兵 然後一次換過一次 一次換過一次 而且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字 紀炳雄東躲西藏缺錢就犯案 2003年打算再次下手 飛虎隊早已不歹人 犯累累鐵勞一噸二十四年 2020年才出獄 在上午八點之前 洗離赤柱監獄 車上戴帽戴口罩的男人 相信就是桂炳雄 紀炳雄沒有香港合法身份 出於馬上被港警遞解出境 考慮到保安風險 警方會沿路互送 有機會出動飛虎隊 帶達機場之後 入境處會安排他 搭飛機去美國紐約 紀炳雄潛逃美國 是唯一在世的香港賊王 葉季歡因癌症病逝 張子強遭公安槍決 三大賊王亮澄香港治安 一夜黑暗時 據傳三人曾計畫 連城儀器幹一票大的 但最終各個下場狼狽 很巧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有張子強 有葉季歡 有紀炳雄 台灣有誰 有林來福 楊瑞和 跟黃鴻宇 那這三個人 其實形式作風 對比香港的這三大賊王 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加入台灣啟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好 當年 香港這三大賊王 下場悲涼 繼續我們來看到 同樣是在1980到1990期間 在台灣也出現了這三大漢匪 和分別是十大槍擊要犯的 排行前三名 這三個人 鬼劍仇 林來福 某谷 黃鴻宇 以及小馬哥 楊瑞和 但這三個人 什麼關係呢 我們首先來看 十大槍擊要犯 第一名 林來福 而第二名是黃鴻宇 黃鴻宇本來是 林來福的小弟 後來他自立門戶 至於排行第三的楊瑞和 後來因為跟黃鴻宇一樣 他們跟天道盟結下了兩組 所以這兩個人 他們就越走越近了 在江湖上甚至傳出 這三個人 有可能會聯手起來 翻下單案 我們來看看 這篇報導是 1990年4月23號 標題寫著 手下吸蟹潮 重判清零 元氣大傷 黨女分貝 還有黃鴻宇跟楊瑞和 有河流的意圖 如果讓牛頭馬面 聯手起來的話 如虎天意 警方嚴防這三藥飯掛鉤 而這三藥飯 就是牛頭馬面 加上黃鴻宇之前的老大 林來福 所以首先我們來看林來福 他的外號叫做鬼劍頭 他專殺老大的 有人形容林來福 他見血就興奮 他無幫無派 他的形式風格 就像是孤鳥一樣 據說他學生攜帶的是 衝鋒槍是滾筒式的衝鋒槍 帶著手下到處的犯案 他曾經開槍掃射 一次就奪走了六條的人命 在短短的兩年的時間之內 在林來福的身上 一共背了二十五條的人命 林來福他在 比如說我們以全台灣 從以前到現在 單純的社會治安事件史上 他是所謂的殺人 殺最多的一位的槍擊要犯 所以大概兩年時間 他背了二十五條人命 你就知道他殺人的速度多快 他就無管啦 我們人家要教人 你如果沒輸我 他這樣給你拚 我就要開槍了 整個看到就要害怕了 所以那個講鬼劍頭 但是 怕的不是一般的民眾 怕的是道上的兄弟 因為他一路從 台北 台中 彰化 嘉義 高雄 他殺的幾乎都是很有名氣 在道上響噹噹的腳頭 林來福殺人如麻 人命只是他用來增加江湖地位的工具 大概是民國七十六年以後囉 是已經是他辦案大爆發時期 平均一到兩個月 就殺兩到三個人以上 他就透過他小弟去買了很多 從最基本的左輪手槍 用到中共的紅心黑心手槍 再進化到衝鋒槍 尤其是物資衝鋒槍 而且他的物資衝鋒槍 跟我們一般警方用的還不一樣 他所謂的就是滾筒式衝鋒槍 林來福的火力比警方都還要強 這也讓他漸漸目中無人 平時他搶不動的場 卻不准別人到他的場子鬧事 有一天台中市 有一個蠻大的一個角頭 是新黨的角頭 到他舞廳去喝酒 這個角頭搞不清楚狀況 就發酒瘋啦 然後就當場開槍 本來因為沒事 但是第二天酒醒的時候 他發覺完蛋了 所以他自己跑去跟林來福道歉 林來福說沒關係 來... 我們到郊外去聊天 聽說拖出去之後 就沒有再回來了 台中有個很知名的角頭 他也是開了一個賭場 林來福也去搶他的賭場 曾經的那時候就放話 我一定要給這個林來福好看 但是林來福根本不擔心 因為他有錢有槍 他說了就算 林來福暗中一直跟著他 終於到有一次 到了這個所謂城堂的 開了一家咖啡店去 然後衝進去 然後就說 你是很臭味喔 你不是要找我嗎 現在我就站在這裡給你找 大哥一直跟他求情 那他也送不出去 連續開六牆 把這位大哥當成基地 1989年2月11號 林來福為了尋仇 找上了嘉義師的一個堂口 但是尋仇的對象不在裡面 原本以為林來福會就此作罷 卻沒想到 沒找到人的狀況下 可是現場裡面有九個人 都是非常有份量的角度 九個人一看到這個 不知名的人上門 而且還態度兇的 就直接跟他講 你是哪一方 他就報說 你叫林來來 因為林來福以前的綽號 叫做林來來 來來是什麼東西 你沒聽過 這三個字結束的時候 他身上的一種衝動槍 就拿出來 一掃 一百個彈子彈打出來 就這樣 一口氣取了六條命 他的胸 他的狠 讓他一口氣 躍身為十大槍擊要犯之手 黑白兩道都要他 也因此開始 有人冒林來福的名義 到處招搖撞騙 最有名的 就是紅原副總 吳永明的放假案 紅原公司吸金案 在社會上鬧得 沸沸揚揚的時候 紅原公司的副總經理 叫吳永 後來是把這三個人 以以降調 你冒名 用我字號在社會造謠 就是破壞我的名字 他就像這樣 你用我的名字 一人沒訪我 重點重點 所以當時 震撼府就在這裡 他連黑道大哥的小弟 甚至於親戚 都開... 敢以執行所謂的槍擊運動 警方沒找到的綁架案 歹徒林來福找到了 他打死了冒他名犯案的人 還偷書媒體 他寫了一封親筆信給電視台 綁架紅原副總經理 不是我幹的 勒索台中市建商案子 不是我幹的 那個都是別人冒我的名的 為了要證明 我沒有幹這兩件事 所以我請你的媒體幫我澄清 那為了取信各位 他還在這個上面蓋了一個手印 面對劍血就興奮 滿手血腥的鬼劍仇 只要一天沒落網 警方就顏面無光 但是人該要怎麼待 好 我們繼續來看 十大槍擊要犯第二名 剛提到他本來是 林來福的小弟 後來他自立門戶 他也是一個狠角色 他不但犯下 臺灣治安史上 第一期的槍擊 銀帶的案件 他甚至膽敢單飄 當時全台灣最大的組織 他跑去天道謀威 在台中的據點 羅浮宮酒店開槍掃射 還丟汽油彈 最後甚至一把火 把羅浮宮酒店給燒掉了 當時據傳 天道謀祭出了花紅五百萬 最後加碼到了一千萬 再加上景正署的懸賞獎金 一千萬 等於是黑白兩道 總共祭出了兩千萬要抓到他 不過黃紅日他獲出去了 他說 反正他是背著骨灰彈子的人 意思就是說這條命 他隨時可以不要 這個不要命的公國 可以說是把當年的將屬 搞的是腥瘋瘋瘋 當年沒有任何人敢去動 林毅代表 那陳永元這件事情 也是第一件林毅代表 被強殺的事情 黑牛會成為黃紅日 會成為十大槍擊交判 基本上要跟林萊甫 要有直接的關係 警政署列出的十大槍擊交判 第一名就是林萊甫 林萊甫跟黃紅日是一夥的 林萊甫的想法上來講 因為他看這個黃紅日 生得嘔嘔 常常悶不吭聲 反正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覺得說他有那種 台灣牛的那個精神 反正皮膚黑嘛 所以他就給他按了一個外號 叫做黑牛 黑牛親門探戶 在天道萌的地盤上撒野 這幾槍打在林蟲博身上 卻是痛在天道萌 不爭毀一口氣怎麼可以 全台灣 大概黑道自然史上 唯一一次正式 而且很公開的 一個黑道追擊力 那時候天道萌通知媒體拍攝 大動作四處張貼公告 天道長存原心是非自勇 公論 另一章寫著 支援天道萌的補牛建功 獎金五百萬 這是第一次 黑道大喇喇鐵公告賞花紅 廣發武林鐵 氣拿黑牛黃紅玉 而且宣賞五百萬 而且不論死窩 不管黑白兩道 誰能夠抓到他 或是誰能夠把他打死 你們都可以從我這邊領五百萬 就公然的這樣子對他宣戰 黃紅玉沒有就此把守 反而越來越囂張 接著目標盯上的 是天道萌 萌主羅浮住的辦公室 歇時丟棄油彈縱火 離去前又轟了幾槍才離開 儘管沒傷到人 但恐嚇警告意味濃厚 那他在光復南路有一個家 所以黃紅玉也找到了 這光復南路的住家地點 也跑去他家裡開槍 但幸好就是羅浮住也不在 那家裡的人也不在 然後開槍縱火 那這一件事一惹起來 就是不得了 因為羅浮住那時候 當年是跟這個所謂的 太陽彙系統 對 比較近 那太陽彙系統 我們知道太陽彙系統 是我們整個天道萌裡面 唯一有殺手系統 所以說其實 還有另外一個要角叫 一度傳聞 黑牛嗆聲 要火攻天道萌 堂主吳童潭 在台北開設的 真善美舞廳 吳童潭未避免傷疾無辜 忍痛關閉舞廳 損失苦衷 他一直惹到了 兩大最大會 不倒會跟太陽會 之後呢 那這兩個會 就覺得你是在等於是 跟我們全神的天道萌 一種宣戰人 所以他們又做了一個動作 決定加碼 對 加碼幹嘛呢 懸賞一千萬 黑牛心一橫 要幹就幹大的 挑上天道萌中部據點 一把火燒得酒店全毀 損失超重 好 光鴻魚選擇了這個目標 帶了幾個小弟 就衝去羅浮宮酒店這邊 然後先掃射 掃射完之後 然後丟了三顆汽油彈 中火 而且還在門口等喔 你今天那個火燒起來 小姐跟人員要出來 他還在門口開槍耶 就逼你們進去 你如果跟他帶我開槍 你告訴我 黃鴻魚一把火就把他燒了 真的把你燒了 結果燒的過程 竟然把羅浮宮 當年號稱天道萌的金針 裡面就包兇 因為各個消息了 天道萌徹底被惹火 全台廣發罪殺令 花鴻從原本五百萬 不斷加碼 那個叫小姐會單挑整個天道萌 天道萌那時候勢力多大對不對 他單挑整個天道萌 寫信給中國時報說 你不能再講他大道 寫信給天道萌說 你怕什麼要把你整個炒掉 一個姑鳥式的槍擊要犯黑牛 竟敢單挑全國最大幫派天道萌 難道不怕死在黑槍下嗎 黑牛曾說過 自己是背著骨灰毯子的人 隨時可以死 江湖廝殺 一觸即發 下了一個全省的追氣令 甚至那時候太陽會 有一個特攻隊 我們知道太陽會的特攻隊 他會訓練很多人 很多的殺手 他們的特攻隊 就是有一個八人小組 八人小組 隨身大概帶著十幾支槍 然後分成兩部轎車 那這個八人小組 就是一個行動的狙擊平台 那他們就是全省到處跑 所以全省的天道萌弟兄 甚至黑道兄弟 為了要拿賞金 都在追氣這個黃鴻玉 但是當時來講的話 黃鴻玉他有一個物資衝鋼槍 物資衝鋼槍 他是短小的 是人家那個機動部隊的 很短很短 而且他的那個手槍 可以裝打母彈的就對了 他的那個手鈴彈 好像鴨彈一樣 很小 很漂亮 真的行動就很恐怖 黃鴻玉就自視說 他的這個歐吳的名號 已經在地方打響了 所以他又急需要錢 他在評估之後 他覺得在這個選舉時間 誰最容易拿錢 就是這些候選人 這麼多候選人 要從誰開始下手 他挑上的就是候選人陳永元 他是當時彰化地區 很知名的副產科醫師 他知道陳永元的生意 非常好 賺很多錢 他就直接找上陳永元 打電話給他 說他要準備三百萬 陳永元就不理他 經過了一個禮拜 他就直接做那個 客人車 給客人車 就直接到陳永元的服務處 然後根本不管現場 還有一大堆人 他就拿著衝鋒 跟手槍掃射 掃射 結果陳永元身中三槍 那其中有一槍 打到他的這個脊椎 打到脊椎 那結果他就因此了 這個半身不遂 他又把自己封了一個名號 叫做地下 彰化地下 憲黨部主委 對 然後對外放話說 未來所有的大小選舉 只有他同意的狀況下 候選人才可以出來選 當時被勒索的候選人 儘管咽不下這口氣 但傳聞黃鵬玉經常把這句名言 掛在嘴邊 槍口直到胸口就有錢 沒有人敢拿命去跟一個 亡命天涯的狂吐吐 開價最低 最低就是六百萬起銀 你就是付了六百萬 你就可以安然地去選擇 我還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那他就看每個人的身價 從六百萬到一千六百萬 這個價碼之間 短短的幾個月時間 他大概就是從候選人身上 就大概吸了大概八九千萬 黃鵬玉狠狠發了一筆選舉財 口袋賺飽飽 不過也讓自己再一次成為警方 頭號追捕要犯 好 最後來看 當年十大槍擊要犯 排名第三的小馬哥楊瑞和 先說他的綽號 他為什麼叫小馬哥呢 因為楊瑞和犯案的時候 老是喜歡穿著一件封衣 然後這封衣一掀開 這裡頭掛的就是他的配槍 甚至還有手榴彈 這個造型看起來就像是 周人發當年在電影 英雄本色當中所飾演的小馬哥 所以楊瑞和在造上有個綽號 就叫做小馬哥 而以他為首這個犯罪集團 他完全是採取軍事化的管理 火力非常的強大 他們甚至還打造改裝了這一輛 叫做行動戰車 等於是一輛會移動的軍火庫 而楊瑞和他還曾經投書給媒體 他說他要為他的手下報仇 直接點名他要拘殺 高雄市刑大的偵察員 甚至揚言他要把鋼山分區給炸掉 而更加令人擔心的是 警方掌握到的情報指出 楊瑞和他和林來福 以及黃鴻玉好像越走越近 萬一讓正十大槍擊要犯 前三名都連成一氣 所謂的黑牛黃鴻玉 再加上小馬哥楊瑞和 牛頭馬面 鱸骨天翼 那屆使整個局面 恐怕就更加難以對付了 楊瑞和每次出現的時候 他都會穿那個大衣 那這大衣裡面都插雙槍 還有掛手榴彈 就很像當時的電影英雄本社 裡面那個小馬哥的一個景象 他以前的怪號又叫做 妹 所以大家就開始稱呼警方 也把他稱呼他為這個小馬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號 當時任職高雄市刑警大隊的 偵察員呂瑞玲 帶著大批員警 前往大同二路的中山大廈查案 紅中地下舞廳是這些不良分子 容易積結的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每天都去做威力的 掃蕩這個巡邏 那麼那一天是正好 這個李瑞玲帶隊 李瑞玲人稱黑狗履 在當時的高雄市赫赫有名的 黑道克星 專辦走私黑槍 這一次帶隊就是要查 嗆蟹走私 到了現場去之後 他們埋伏在外面等 突然間看到這個卡OK店 就走出了一批人 李瑞玲他當下就想說 這一批人看起來來者不善 所以他就要上前去 去盤查對方的身分 誰知道這一批人剛剛好 就是楊瑞禾跟他的另外一個手下 李貢昌 鄧人 這個李貢昌是楊瑞禾的好兄弟 也是背了十多起槍擊案的槍擊要犯 因為人多 李瑞玲沒第一時間認出李貢昌 但是躲在人群裡的李貢昌 卻認出了李瑞玲 明明有機會可以逃 但是他沒有逃 反倒是發出了槍 所以他看到李瑞玲來了 他就先開槍下水煤槍 李瑞玲都還來不及反應 子彈就飛得過來 瞬間槍擊彈雨 那時候李瑞玲當場 他的腰部中了一槍 然後他的另外一個同仁也中了一槍 所以同時就兩個人倒地 那他們身上都有船房彈雨 而且每個人都帶著雙槍 結果雙方就在這個大街上 互相開槍反擊 李貢昌當場 雖然即使他身上穿了防彈雨 可是他還是被警方打中頭部 所以就一槍斃命 走槍 走走 一場警匪撥火 雙方對開了二十多槍 連同呂瑞玲在內 兩名刑警身受重傷 撿回了一命 至於楊瑞和的同夥李貢昌 則是當場被擊斃 但是死了一個李貢昌 卻沒有讓楊瑞和因此收斂 反而讓他獲爆三角 討回公道 楊妍絕對要跟警方對抗到底 他投出《中國時報》 放話要大開殺戒 拘殺李瑞玲 甚至還要炸掉警察局 就怕楊瑞和真的帶人來炸警察局 警方派出了十二名霹靂小組 整整一個禮拜進入岡山分局 幸好最後是虛驚一場 因為他無臥不受 所以身上背了十三條的一個命 我就是有槍 而且我動不動 我就是手榴彈拿出來示威 你不爽 我就是給你死 我就把你放過 楊瑞和最高的身價 是被抬到一千萬 被通緝 抓到楊瑞和一千萬 為了圍捕楊瑞和 警匪駁火超過四次 眼見楊瑞和犯下的案子 一件接著一件 十多條人命 三十多件的槍擊案跟綁架案 警方對他真的是頭痛極了 犯案完之後的錢不能亂花 尤其是他嚴禁購買毒品 因為他怕大家吸了毒之後 會亂做事 那就他也沒辦法控制 甚至萬一在外面出了亂子 可能會影響所謂的團體安全 為了躲警察 楊瑞和什麼方法都想得出來 他發覺最後警方可能會忽略一點 那我當成觀光客 或是當成遊客總可以吧 那他就買了帳篷 就到山裡面去露營 如果你單獨一個人露營 那也怪怪的 又或是一群大男生 看起來就兇神惡賽 也怪怪的 所以他還特地 到不同的舞廳 帶著這些舞廳的小姐 當作這個眼部的對象 營造出一片祥格的氣氛 那即使警方要查 也不會查到他們 可是他的每一個露營帳裡面 都放完槍支 隨時都要跟警方去火拼 行蹤飄忽不定 光是要確定楊瑞和人在哪 難度就很高了 再加上楊瑞和的疑心病重 有任何風吹草動 先開槍再說 原本他可能是買點三八主人手槍 還有那時候最流行的 所謂中攻黑心手槍 接著他就開始在買長槍 買手榴彈 買無資衝鋒槍 我們也可以講說 他是最愛丟手榴彈的 但是楊瑞和不只買槍 他看見撕槍走私有利可圖 連走私軍火 他都要分一杯羹 第一個 他需要強大的這些火力 那你必須要付錢 那你我要買 倒不如我自己親自去買 一萬面可以強化我的火力 一萬面我還把多餘的還可以賣 那時候台灣的幾大軍火集團 像包括許金德他們 他楊瑞和也是名列其中 三大軍火集團其中之一 查到這裡警方才明白 楊瑞和取之不竭的武器 原來就是從這裡來的 大概估計他有超過 二三十把以上的槍子 那可是他對他自己向來 是很保護啊 包括他的其他的身邊小弟 所以他們出去放彈的時候 一定都穿防彈背心 那他的防彈背心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鋼板式的 那鋼板式的他是要面對 可能警方那種火力強大的時候 比較難穿透 所以是比較大件 那他另外一種是背心式的 比較輕便 那除了這兩種他防彈衣以外 他這個腿上 如果用專業的術語 講說叫彈術褲 反正就是類似軍方 那種他裡面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暗袋 那暗袋裡面可以 插那個防彈的鋼板 可以插在那邊 可以防止你腳被打傷 每一次出任務 楊瑞和一定穿著兩件防彈衣 加上防彈褲 難怪他總是敢跟警方硬碰硬 腦筋動得快了 楊瑞和為了躲避警方追捕 他竟然改裝了一台行動戰鬥車 大概是全台灣 黑道史上 第一輛防彈箱形車 這個箱形車的後方四周 都釘了厚厚的鋼板 然後把玻璃全部換成防彈玻璃 然後包括駕駛座的兩邊 也全部換成鋼板 這個車上還挖了小孔 方便他設計 然後這個上面 其實警方估計 他大概放了至少 二 三十把 各式的長短槍支 還有他所需要的彈藥 都在上面 也等於是一個行動碉堡 這麼多的槍支 足以對付警方三四個警網 一旦發生槍戰 逃逸時車後門的後鋼板 也會讓警方的槍械 無用武之力 每一個環節楊瑞和都考慮到了 他唯一沒算到的是 他的心腹落網了 楊雙骨供出了一切 讓警方有機會 在戰鬥車完工的前三天 提前查獲 讓楊瑞和的戰車夢化為泡影 楊瑞和一直發生 就是說也要挺黃鴻玉 結果黃鴻玉也透過管道 跟外面講說 這個就是我最痛我的兄弟 楊瑞和試圖跟林萊甫 跟黃鴻玉兩大陣營聯手 當時候警方就接負線報 這三大陣營陸續拔引 往北部流竄 而且又異合流 這可讓警方緊張了 若是鬼劍球跟牛頭馬面 整個沆瀣一氣 屆時要逮人可就真的難了 只要他們講好時間地點 其實它是可以分散的 當你的警方跑去高雄一樣 然後去抓人的時候 另外一個台中就犯案了 當你的台中被人家鎖定之後 你高雄就可以動手了 三個人合在一起 讓他們的名氣 那他們的火力 就是想幹一條大門 如果這三個人 真的讓他們合流在一起 集中火力幹大事的話 其實真的不知道 在台灣的治安史上 會幹出什麼樣的大案子 好 警方為了防堵 鬼劍球 牛頭 還有馬面 這三大漢匪連成一氣 他們決定採取的是 兼蔽親爺的作戰計劃 同時間要離間 黨羽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造成分崩離析 孤立無業的局面 而其中 楊瑞和是第一個遭到疑迫的對象 我們來看 在這場攻堅圍捕行動發動之前 楊瑞和正在屋子裡頭 陪著小孩念書 他突然聽到了門外的動靜 警方對他喊話 當時載罪的楊紫禁說 希望楊瑞和你能夠顧緊身旁的女友 還有小孩的安全 器械投降 楊瑞和聽了之後 他跟楊紫禁說 給他半個鐘頭的時間 但是楊紫禁說 你只有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一到 你不投降 警方就要採取強勢攻堅了 那是全台灣治安罪敗壞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除了楊瑞和以外 還包括了 林萊福 黃鴻鈺 他們幾乎都是在同一個年代崛起的 那同一個年代崛起的 這幾大槍擊要犯 那時候流竄全台 然後犯了很多很多的案子 所以警方疲於奔命 因為不是同時抓一個而已 是同時抓三個 新事局那時候 真一隊的隊長是紅木員 那他就負責對楊瑞和的一個大將 然後另外一個真二隊的 就到彰化去找黃鴻鈺 然後這個真三隊的隊長 就到台中去找林萊福 我一個對著一個 你台中一個隊長 然後彰化一個 高雄一個 重點是我抓不到你沒關係 我揭秘七夜 我先讓你困在這裡 那你沒辦法合流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抓猴砍樹 要請將就是先射 牠躲在一棵樹裡 那我們把這些四季 一根一根的切斷 那猴子牠就出現 所以我們就先從牠的幾個躲下來 一個一個圍捕 抓牠的左右手 其中楊瑞和是最慘的 因為牠的這個槍火力 都放在小弟那地方 一次被抓走之後 掃了三支物資衝鋒槍 為什麼 牠每一次去哪個地方 要去跟人家交收的時候 好像都有警方的人 在埋伏 在頂掃 恐怕就是警方的離間技 讓牠自己都覺得害怕 越走路越長 牠根本不敢去發動作 警方戰術奏效 楊瑞和的小弟一個個落網 貼身保鏢要供出牠 藏身在哪 獵馬小組一行人浩浩蕩蕩 終於抵達了台北 為了台北市信義路上接觸公寓 就是楊瑞和的藏匿處 但是楊瑞和人還在裡頭嗎 警方也不敢確定 再加上楊瑞和帶著女友 跟六歲的兒子逃亡 就怕攻堅圍捕會傷疾無辜 該怎麼辦 你老舊的公寓 那後面當然有一個排水溝 很大的排水溝 當然他要逃亡 從後面跳下去 水溝那個也是蠻淺的 可以逃亡 專案小組現場評估後 先將屋子前後包抄 由副大隊長劉成雄 帶著兩名霹靂小組 到後側的排水溝沿岸警戒 至於大隊長楊子靜 則是率領其他霹靂小組 從正門進入 但是該怎麼確定 楊瑞和真的在裡面呢 這個時候楊子靜決定 按下門鈴 按電鈴 但是沒人 沒人回應 我就下令敲打開這個門 這個時候從裡面呢 發生三槍的槍聲 難道裡面開槍的話 我們應該也會恐慌 但是我們反而振奮 確定楊瑞和在裡面 這個槍一定是他開的 那個時候是11點半吧 我就說是有給你 20分鐘的時間 20分鐘到我就要叫公監 他說好 對楊瑞和來說 就是人生最掙扎的20分鐘 該不該放手一搏呢 已經沒有未來的他 就是你一條 但孩子跟女友該怎麼辦 結果呢 等不到20分鐘 就聽到他楊瑞和大喊一聲 你要好好鼓著小孩 我先走一步了 然後接著他就聽到槍聲 然後後面就無聲無息 然後就聽到裡面的這個 女人跟小孩的哭叫聲 楊瑞和當著兒子的面前舉槍之強 這個楊瑞和的屋子裡 好多好多小孩子的玩具 三房一廳的屋子裡 要不是有槍支 光看滿屋的玩具 還真的看不出來 是槍擊要犯的藏匿處 案發後媒體拍下了這個畫面 這是楊瑞和的女友小芳 跟他們年僅六歲的兒子 楊瑞和跟女友小芳 在舞廳認識 敬而交往 一開始楊瑞和只是 角頭身邊的小跟班 但是隨著案子越犯越大 小芳為愛相隨 跟著楊瑞和逃亡 這一逃就是七年 期間小芳替楊瑞和 生下了一個兒子叫阿財 唯一的兒子楊瑞和笑名 甚至當時在茶几上 還有一個小朋友在寫的 勃勃勃勃練習本 所以他們在想說 他們槍戰發生之前 所以楊瑞和可能那時候 就在教小孩在那邊寫注意 不能讓小孩子去上學 也不能請家教到家裡來上課 他又怕這個孩子不失智 那根據他的老婆事後講 就是說楊瑞和因為覺得 自己已經走上這條不歸路 所以不希望小孩 能夠走上他的後塵 好 最後楊瑞和他舉槍自禁 接下來下一個目標 就是 警方當年特別成立的 捕牛專案 附下了天我地王 要抓他 但是有誰能夠想到 黑白兩道 土追多年的勃勃 竟然是在台南市警方 這一場抓槍行動當中 意外落網了 而最後黃鴻玉 他被判處了四個死刑 他一心一意想要給自己的 女友還有兒子一個名分 而玉方也破天荒的同意 讓一個死刑犯 在獄中結婚了 不過勃勃才剛剛 辦完婚禮的四十個小時之後 他就遭到槍決覆法 我本人 他練出來 他手上帶了一個滿天心 說那個人就是阿芳 他在找滿天心 他門口就說那個找滿天心 我剛才押下去 他在穿八 他跳起來的時候 他右手 抓你一把槍 還好 我們那個小弟子 黃丁心他有練過羅道 變那個 變那個武術 就馬上把他壓制 壓制中間一直在那邊搏鬥 黃丁心當年儘管快六十歲了 不過人高馬大 加上精通柔道武術 揪住對方一陣纏鬥 因為子彈不長眼 槍鑰匙即發 打眾人非死即傷 我提到 我提到 我想說第一槍 不然就出場 不講得出機會 柏道當時 彈夾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 奇怪他左手又再拿一把 也就是說 他胸前都 拿兩個兩把槍 插兩把槍 歹徒身上 竟然藏有兩把槍 生死一瞬間 帶隊的刑事組長 趕緊加入戰局 協助壓制歹徒 兩個警察對付一個 頑強抵抗的雙槍匣 他力氣還真是大 我看新人部隊 馬上我拔槍起來 就往他右腿開槍 我就往他右腿開槍 看他們還是不忘 我就從這槍中 一直打他來後 打他之後他還是最後才晃 打五六下最後才晃 他流血滿地 你看你流了整個 全部都是血 我就說 我就有了 你們才知道怎麼會殺我 這樣被你們抓到 他實在不甘心 他叫我們說 乾脆你一槍把我斃了 當時呢 我一共同事講說 你是黑女娃娃 我還是防女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 反正今天要這樣講 我不會走這個路的話 我聽得歌 跟我媽媽在一起 我已經好笑了 一樣的沒好笑 不要親到我媽媽過 再怎麼壞 還是自己的心頭肉 老媽媽每天盼望 能夠見到寶貝兒子 但母子再相見 竟然是隔著鐵牢 我們三趟看 有辦法人 我哭給你一拼一拼 沒有了 你在拼一拼 你才叫流血清清 我就是很不笑 反正他看到我就哭 他也不能講什麼話 我實在很晚餐 雖然沒有老爸 我像說 看你有當 爽我中生的頭 我沒有記憶 說你來幫忙我 黃鴻玉最終被判 四個死刑定驗 人之將死 他想到的是逃亡期間 認識的林姓女子 還有兩人已經一歲了 還沒辦法報戶口的兒子 法務部曾經開會 通盤考量 基於人道 黃鴻玉創下紀錄 成為台灣治安史上 在獄獄中結婚的第一人 法務部這邊決定說 那我就給你一個機會 完成你的一個願望 所以其實那時候 這個景象滿有意思的 黃鴻玉還身穿西裝 然後弄得這個人模人樣的 那他老婆 林舅蓉也到了這個看守所去 也穿了白紗 現在還在那邊合影 合影了之後 然後由這個公正人做見證 事實上死刑執行令 在婚禮舉辦前 兩個小時已經送達 而那時候 黃鴻玉早就心裡有底 直到快要被槍決了 果然 結婚進行曲才剛放完 四十個小時後 想起殺手晚隔 清晨四點十分 一聲刺耳槍響 跨過寧靜 結束黑牛 罪惡的一聲 當年台灣塞大漢匪 只剩下鬼劍仇林萊芙 而少了左右手的林萊芙 他還在做困手之鬥嗎 在楊瑞和黃鴻玉 都遭到警方各個擊破之後 現在只剩下林萊芙了 但是他也更加地謹慎 行蹤是難以掌握 於是警方就將重點 放在監聽林萊芙的女友身上 這一招能夠奏效嗎 發覺 阿桃走進台中市 大墩二十階的一棟公寓 我們監控好久 他明明就一個人住在這邊 可是為什麼他回來 就提了三碗麵呢 所以聰明的心情就想到 那會不會這個房子裡 還多有其他的人 那誰最有可能 當然就是林萊芙 最有可能 監控了五天之後 終於發現 林萊芙跟著小弟 兩個人從公寓出來 上了一輛賓士轎車 所以就趁他跟兩個小弟 開車到路上的時候 遇到紅燈 機不可思 同時好幾輛車包夾住 直接槍抵著他的頭 你是不是林萊芙 這時候林萊芙的表情是什麼 警方說那時候他就露出笑容 我就是要找林萊芙 他就知道了 抓到他先打開後車槍 打開他的後車槍 你試試看他多少槍子 我們董事衝鋒槍至少五百 手榴彈 槍戒大概有五六百百 鋒的隊十幾幾 他的後車槍等於像一個軍火部 那時候警方真的是 冷漢之流 想說我當初要是沒有現場 沒有遇到紅燈 我現在就跟你車扯的話 那時候死傷人數 不知道會多少 林萊芙入網了 面對媒體他竟然笑了 環境手逼 沒什麼 今天也不感覺怎麼樣 就完成這條路 倒霉了就走了 走了就走了 林萊芙入網了 在他身上背了二十五條人命 他被判處死刑 而就在即將執行死刑的前一刻 林萊芙向典運長求情 他說他希望能夠和女朋友結婚 因為他要給女朋友 害他肚子裡頭的孩子一個名分 在他結婚的那一天 林萊芙說他的心情 猶如是坐船看海 起起伏伏的 因為在婚禮之後 他馬上就要踏上刑場 用他的生命來贖罪 林萊芙最後被判了兩個死刑 但就在即將執行死刑的這一刻 殺人無數的他心裡惦記的 是女友阿桃還有副莊的孩子 他直接跟這個典運長求情說 反正大概執行的日子也不久了 那我有一個最大的心願 就是我要跟阿桃結婚 因為他懷了我的孩子 已經五個月了 所以我一定要給這小孩 這一個名分 結婚對他的感覺 船上搖搖擺擺的 船下是他的這個老婆 跟還沒有出生的小孩 然後一直想要拉他 想要挽留他 可是他即將仰帆而去 想要這個留下來也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說認為說 他那時候是在一種 心情非常矛盾 非常搖擺的一種情緒之下 然後為他自己的事情 為他自己所作所為 然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獄中跟他結婚 就算只是結婚 為了孩子的名分 這個任主歸中 所以也是願意 就是等於說 無怨無悔的跟著這個大哥 結婚的心情如是坐船看海 怎麼解釋你 曉不曉得 就是那個起起伏伏 遙遙白白 就是心情齊無不定就對了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喜事錄 我說梅翔 我們才會了